Hello,我是Lakaraki 今次講講PND的新合作Fast限 PND已經剛才就公佈了這個 魔法式10個PND Set的合作 PND Set 可拉波神的開吹 即是本家合作限定 而新角色是怎樣呢? 我們馬上看看,第一位新角色 明天龍 Jelucrea 明天龍 名字都帥氣,天命最高 我們看看 星七寵來的,覺醒方面SB 深強法PASS,L致防 陽之金露有的,浮有10CPASS 雙即是4顆都有的 OK,那連上超覺醒是怎樣呢? 超覺醒這裡 有SB,深強法,L致防 貫通PASS都有的,即是火力都得 玩回有得,L致都得 那火力來說是目前最強的一批 40支貫通,浮有兼陽之金露 兼L致防,全部加攻 火力相當之高,雖然不是變身寵 但有三屬性 非變身來說很不錯 那技能是怎樣呢? 技能是4招技來的 1,2,3,4 進化技4招 第一招是3CD技 全解兼加血1.5倍 然後SKILL進化 進化之後4CD技變長了,都是全解兼加血加回 2倍 再進化是5CD技 越進越長我低B 下B,越進越久 5CD技全解技也是 全解兼加血加回2倍 半減盾兼加回2倍 再進化 最終SKILL 最終階段都是5CD技 全解兼加血加回2倍 並且是大版面 最後這一下全解兼大版面 半減盾是漂亮的 到期等於開4、開3次技才有 1,2,3 1,2,3,3次 第4下才有最漂亮的效果 上上期轉生斯林姆的朱塞蘇 都是6CD 這個5CD紅毛疑問是上位的 好,我們看回隊長技 隊長技是2寸回 81%輕減 OK,81% 這一%又有通脹 計算數坦度方面是5.26倍 近乎5.3倍 新環境坦度 以及下版的一個新強度 再來3C70倍 4C加算 500萬追都有 即是全能的隊長 但要轉回2寸深 不是說錯,是3寸深 轉回3寸深才有全效果 轉深的玩法目前一定不是主流 會怎樣玩呢? 我們先看武裝 武裝方面 明天龍的首飾是這個 有加回復 嘩,回復這下適合新萬獸 畢竟萬獸關不分回復系 對,然後2SB 再來3加回 1個10C 再兼解綁 再來20CD技 全解並且3T加速技 5SB武裝 巨量加回 兼有火力10C 兼且有這個新的回復系追加 好不容易問你 加速系最強級別武裝 在新萬獸來說基本上是2T1武裝 這把非常之厲害 好 Fest命天龍 Jeluclea 接下來了 有光多元地 有暗 是這一位 死天龍 或死天龍 Aquiveluza 死天龍 看一看,這一位都蠻喜歡病的 同樣地都是星七重 覺醒方面 SB 手指 剛剛加回 這個手指 剛剛好漂亮 心強化 然後L 致放 陰之加護 浮游 兼40C 再來也是 有貫通 SB 橫牌 暗傳燒 貫通 同樣地都是火力極高的武裝 再來都是3屬性 3暗屬並且非變身寵 而技能方面怎樣 技能方面1CD技 進化 技能方面進化 技能 進化之後 嘩 進化之後 8招技 1 2 3 4 5 6 7 8 8招技 第B 全部1CD技 是8招技 前所未有 先看 第一下就是 1CD技生成1顆 技能進化 第2招技生成2顆 進化 第3招技生成3顆 進化 第4招技生成4顆 第5招技生成5顆 進化 第6招技呢 OH MY GOD 又解放了 2倍攻 劫515解放 6顆生成 再進化 還可以進化 2倍攻 65億生成 6顆暗 再進化 最終階段 2倍攻 75億生成 65把面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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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6顆暗 OK 1CD技 解放75億 兼暗6顆生成 兼加攻 好無疑問地都是暗系的神高達 在3屬性之下 又不用變身 3屬性之下 255倍 不是 225倍攻 225倍火力 暗系神高達 但為何你要加一個小版面呢 蛤 為何你要加一個小版面呢 這招技按8次才有一個最終階段 即是竟然夠煩的 但為何你偏偏加一個轉版面是小版面呢 對吧 雖然加下有好有不好 不過目前會縮你版面的關也算多 雖然可以解放是靚技 但只是會變相沒差到版面的玩法 這裡就有些小set 我們先看看隊長技 隊長技方面 6粒暗或暗橫排而不是暗轉燒型 6粒暗燒時 81%輕減 環境坦度 5.26倍 5.3個近乎 然後2吋暗 45倍攻 4試架船 500萬追 OK 6粒暗兼2吋暗才有全部效果發動 即是變相版面要有6粒 不 約有9粒才可以發動隊長技 感覺上都頗氣客 畢竟又轉回6粒又轉回3粒 個人認為是偏煩的 雖然生成量不擔心 但偏煩一點 我們看看武裝方面 武裝方面死天龍的頭褲頭色 是加惡魔系的 兼2SB 兼2粒血強化兼10C OK 又有血強化漂亮的了 再來是20CD技 重力兼3ターン加速 OK 3ターン加速都是5SB武裝 而這一個是有深強化兼10C 跟剛剛那把差不多了 都是環境最強級的武裝 好 然後有沒有新角色呢? 第三位就… 沒有了 OK 沒有了 最後就說 這部10寫機 P&Z10寫機 新角色未知還有沒有 但合作地下城 加換鎖 都準備回 敬請期待 OK 那看起來呢 新角色似乎只有兩位 即是看起來就未知 畢竟阿姨就未有位 我猜九成是沒有 只有兩位而二 這個死天龍兼命天龍 OK 一光一暗 本來以為是Fast限 但怎知道是P&Z的Fast限 感覺上都是昆錢為主 但作為本家Fast限兼光暗的雙色一定是不差的 我們看看光這隻先 明天龍 在陽之金路之下打回這個新萬獸 完美相勝 今日覺醒高火力 三屬性光屬 非變新寵 正的 只是沒有解放 OK 重複一次沒有解放 所以這份兩倍解放也好 頂多都是84 不是82億左右 火力不會很高 因為定位是全解寵 5C的全解技 又轉版面 今天最低HP兩倍 所以技能是好漂亮的 只是個人認為 要盡回1、2、3、4次 4次才可以開技 就未到很煩用 即短期作戰就很不適用 要開4次那麼多 但另外高難度關長期作戰是比較適用的 而目前來說 以千手、萬獸等 全解技一場可能都是開過3次 所以第4下才有最強的效果 個人認為就... 未到很煩用 即是這個大把面技 可能用不到也不頂 即是全解用 所以這裏就有些保留 但全解來說一定漂亮 然後另外看回隊長技 個人認為都差一點點 畢竟要轉回3寸深 嘩3寸深 基本上是被傻仔轉的 3寸深 心地轉 應該都蠻迫害的 所以最漂亮都是這把武裝 華大SB兼3加回兼10C 再來是這個加回復系的追加 這個經驗是完美覺醒 加上好技能 3ターン加速 完美技能完美覺醒 新萬獸最強武裝 不用fair check 而再來死天龍也是 這個8C的進化Skill 經驗是夠煩的 要按8次 前5次只有那顆 2顆 3顆 4顆 即是比克伊 以一次技一層來說 前5層基本上是棘一點 要回到第6層開始才會比較厲害 入解放兼加多些豬 加上攻 而另外要去到第8層才有個解放兼 即是轉版面 解放固之前漂亮的 255億 只轉回65版面這下值得雙討 但暫時來說都是暗隊最強技能 在目前神高達 水的小龍武 光的豬雀 剩下是沒有木兼沒有暗 解放兼生成一湯 雙虹無二文靈技來的 只開8次小傻 再來到將多少小凡 6顆暗兼2寸暗 即是最少9顆才可以發動 這裡也是轉法是小凡的 而武裝依然都漂亮 SB兼加血兼14兼3T加速 發用性最強級武裝任何關都適用 即是剛剛這把命天龍打回新萬獸是最強的 但這把死天龍基本上全部都適用 最強級武裝 總結來說新的兩位Fast限 個人看法就是武裝OP 本體雖然是環境最強坦度 81% 但只有隊長的轉法難 技能開技都煩 所以又難又煩之下 是否下期最新環境角色 最top角色 還值得商討 所以各位先不用急著拿河巴出來 目前這一刻都未到要全入 我們看看合作後會怎樣搞 看看PND之後會怎樣搞這個PNDZ合作 畢竟是PNDZ不是PND本家 個人預測都是condom居多 好,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 希望給個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拜拜!